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宇童 日前,中共变着花样的移植美国高科技 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航天科工集团旗下子公司 自2020年被美国制裁后,接连拿下港府多项工程 其中大部分与更新资讯系统和资料数码化有关 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特别是中共利用美国的高科技用于军用、警用等 不但对中国民众的严控加大 也对国际社会构成了新的威胁 美国在日前实施了芯片锁喉等措施 令中共乱了阵脚 近期,中共军方在香港的异常举动 引发外界关注 据自由亚洲日前报道 航天科工集团旗下 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上市公司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航天信息 自2020年起 陆续拿下四个港府有关资讯科技项目的合约 涉及包括法律援助署 库务署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而2018年至2019年期间 航天信息与该集团 另一以香港为据点的子公司 香港爱信诺国际有限公司 也取得了多个港府资讯工程项目 其中以入境事务处的项目占最多 包括供应和提供全港 所有出入境口岸通关系统和医道系统 新智能身份证的硬件 以及新一代个案简易处理系统 以支援处理所有证件 另外 还有公司注册提供的新一代综合资讯系统 以及供应警务处的多媒体控制及显示系统 主要功能是将市民向警方提供的图片 或影片等罪案资料 经由系统传送前线人员 到目前为止 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航天科工集团旗下公司 至少包揽了11个港府项目 涉及共7个港府部门 合约总值高达逾16亿港元 而据港府多份立法会文件显示 有关合约 主要大部分与港府涉及近年更新私讯系统 和资料数码化有关 据悉 近年中共的航天信息与港府的合作欲趋紧密 该公司曾分别于2022年8月1日及31日发公告 形容中标香港法律援助署个案管理项目 和库务署的资讯系统项目 均为首次合作与港府对其的认可 体现了航天信息在港进行市场拓展和项目履约的实力 航天信息在2021年年度报告中也指出 要加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级部门联系 加大承接政府大型信息化工程力度 在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更指出 积极服务一国两制政府治理能力建设 入选第五期香港政府优质咨询科技专业服务项目 成为未来四年香港政府信息技术专业服务和资格供应商之一 全球共四家 完成了香港地区法律援助署等三个项目投标 并积极跟进后续答辩事宜 具有较大中标可能 据航天信息官方资料显示 该公司创立于2000年 为中国大陆A股上市公司 在大陆除包办各省出入境系统 具有RFID技术的居住证和身份证服务外 亦专为中共公安部研发安防系统 包括协助公安部进行全国性网络审查和监控人民的经顿工程等 此外 航天信息由母公司航天科工集团直接控股 航天科工集团为中共十大航天军事央企巨头之一 主要研制飞弹武器系统 微型卫星技术等 由中共政府直接监控 对此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作战资讯安全研究所所长 曾一硕指出 情况难免令人质疑 中共利用航天信息的资讯系统强项 加强香港各领域监控 美国政治风险顾问方恩格 Rosfangle则表示 国安法实施后 不管是国际企业还是其他国家政府部门 早就知道中方总有一定渠道和方法从香港获取资料 如今航天信息事件之后 会增加有关方面考虑 以后美港官方合作将更困难 方恩格还指出 美国近来以国家安全 加强对中国已至香港的资讯和高科技的监察 不排除美国和其他国家 因而对香港发出旅游警告 甚至扩大制裁 中共虽然自己研究开发芯片的项目 但与美国、欧洲、日本、台湾等发达国家相比 日前 美国出台了新芯片出口禁令 可谓是锁猴了 不但限制美商将用在人工智能AI和超级电脑等先进芯片和制造设备 出售给中国厂商 还扩大了外国直接产品规定FDPR 即不论是哪一国企业 只要运用美国技术一样受到规范 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决定性的十年 国安战略的第三个支柱 就是负责任的与中国竞争 以捍卫美国利益 除了对中国长江存储 长新存储 中芯国际等科企停止供应特定设备、技术和服务外 禁令还限制美国公民持绿卡的永久居民 在这些中资公司工作 新规中 有一栏美国人 其中包括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 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 不得在中国工厂开发或生产先进芯片 否则就得放弃美国身份 日经亚洲指出 新规可能会影响数百名 在中国芯片行业拥有美国身份的管理及专业人士 包括创始人和高管 江苏半导体业内人士顾盼告诉自由亚洲 中国大部分半导体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属于海归派 有的持有绿卡 有的已经是美国国籍 面临国籍与职业二选一时 这些人选择了美国 顾盼说 这些高管基本上都要退 一家企业成功至少有四个因素 第一是技术 其次是人才 第三是管理 最后一个是市场 中国只有市场 但是前三项都没有 所以这些半导体企业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公开资料显示 有持美国身份的华裔 已经在中国创立了多家芯片设备和材料公司 而有数百名高管和专业人士均是美籍公民 例如中微半导体设备的创办人 董事长兼执行长尹志尧 和设备运营长杜志尧等 还有中国最先进的芯片清洗机制造商 盛美半导体执行长兼总裁王辉 这些动辄数十或数百人的团队 都曾是打造中国半导体系统的核心人物 但在最新禁令出台后 应该要做出一个选择了 10月24日 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 有数位美国公民离开长江存储YMTC 目前还不确定具体人数 一位高级工程师表示 部分离职的美国员工 是NAND存储芯片生产方面取得突破的关键 然而 面对新出口管制 公司确实无计可施 而长江存储的上一任执行长杨世玲 也持有美国护照 但他在新禁令宣布前就已卸任 成为副董 记录显示他暂时仍是公司成员 报道中还称 另一间上海国营芯片制造商的 中国主管表示 该公司正在与庶民不愿放弃 美国护照的员工就离职条件进行谈判 他说 现在我们不仅要尝试建立无美国的生产线 而且还要使团队去美国化 猎头公司表示 新规将减少中国半导体公司的人才库 使芯片制造商和设备制造商的高层职缺的 可用候选人减少了一半 专家认为 美国对中国的芯片设备出口限制 可能会导致其面临人造卫星时刻 促使中国芯片制造商尝试创造性的工程解决方案 并制定自己的路线 即使他可能在较长时间内 无法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根据拜登政府10月7日宣布的新规定 美国公司必须停止向中国芯片制造商提供能够生产相对先进芯片的设备 除非他们首先获得许可 据专家分析 这些措施将使中共所谓的弯道超车计划落空 即利用外国制造芯片的技术而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 中国消费了全球四分之三以上的半导体 花旗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技术脱钩可能成为中国在创新方面的人造卫星时刻 迫使其采取自上而下和自力更生的方式 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 技术自给自足的重要性 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成为习近平当局的首要任务 也成为今年官方会议的一个关键主题 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 到2021年 一个国家将需要至少1万亿美元资金的前期投资 来建立完全自给自足的本地芯片供应链 专家表示 新的限制措施可能会刺激中国芯片制造商 尝试通过使用不受制裁的旧技术的创新工程来生产芯片 这是中国最大的代工芯片制造商 中芯国际曾尝试过的 2020年底 华盛顿禁止其从荷兰公司ASMR 获得一种名为EUV机器的先进芯片制造工具 虽然制裁只在阻止中芯国际生产先进芯片 但一些分析师发现 有迹象表明 中芯国际通过仍然可以从ASMR购买的更简单的DUV机器 成功生产了芯片 然而 专家表示 这种尝试不太可能生产出商业上可行的产品 并进行大规模生产 跟踪全球存储芯片行业的台湾顾问麦兹格 Marco Messger说 你可以调整某些工具 但产量会是多少呢 它们如何才能实现商业化产量呢 这些都是问题所在 专家表示 中国自己的设备制造商 仍落后于海外同行4到5年 因此它们不适合作为Kirley KLA Cooperation 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 和柯林研发Lame Research 等美国供应商设备的及时替代品 另外 两家可能受到打击的是 中国长江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和长新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它们都是大约10年前成立的 是由政府支持的公司 也是中国打入全球市场的最大希望 想与三星电子和美光科技等 顶级公司并驾齐驱 但是 这两家公司都没有使用最前沿技术 实现量产 海外工具制造商的利润也将面临打击 Kirley 应用材料和柯林研发 各有大约30%的收入来自中国 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市场 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 一家设备公司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在我们看到俄亥俄州和俄勒冈州 设立约100亿美元的晶圆厂之前 我认为我们明年的收入会有很大的担忧 它指的是 为美国芯片生产提供527亿美元补贴的芯片法案 消息人士还表示 他们正在争先恐后地遵守新的出口限制 一些公司下令实施广泛的供应禁令 以避免违反规则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华盛顿也在准备应对新的出口限制 带来的意外后果 在新限制生效前几个小时 韩国SK海力士表示 它已获得美国的授权 可以为其在中国的芯片生产设施 接收货物 而无需新规则规定的额外许可 为中国客户服务的公司业务 已经大幅放缓 他们的员工几乎无事可做 一家位于中国的海外设备公司的消息人士说 我们的高层管理团队告诉我们 要放松几个月 我们仍然可以上班 但这不是强制性的 好 关于令中共惊讶 美芯片锁猴 中共军方航天科技遗失香港 美加强监察制裁等话题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助我们点个赞 如果是新来的朋友 请点击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了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